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坐在这儿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孩子的营养状况是非常糟糕的 营养不良是普遍存在的 这么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绝大多数的营养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隐形饥饿 就是未营养素缺乏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解决 就是吃好早餐 实际上这个维生素费的缺乏 按照儿机会的调查 它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所以当年在这个世界营养大会 起草了一个世界营养宣言上讲 当时世界各国都努力了是在本世纪末 基本消灭维生素费的缺乏 但事实上就是到现在为止来 维生素费的缺乏在全球也没有消灭掉 其实我们各国的承诺没有实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它的双计量的计划 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主要是很简单的 随时的可以给它补充 这个就是携带方便 因为它是胶囊嘛 这样的话就可能是 这是一种模式 实际上我们和马来西亚 有着密切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像棕榴的这个项目 而我们的这个就是通过营养饼干 是自然食品 可能从营养吸收利用的角度讲 更科学更接近于人类的饮食的习惯 所以我想这两个方案各有缺点 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两种方案 能够有机的结合 比如像营养饼干和胶囊交替的使用 就根据它的地区的特点 然后我们看以哪一种为主 哪一种为福 这个可能适合于在全球的推广 自然而是切感受的 我们的感受 就像未来的 tack 独立了 我能不能再答应 至于权特别人 这个爱情 每个人都请不支持 我们分离 此年的感受 仍能够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